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Kiki 今天就来带大家来到金湾 看一个新鲜滚热的新楼盘 就是位于奔海商务区曼科所打造的观海200里 顾名思义 看看这个无敌的海景 真是200里的海景都看得到 我现在就是位于这个楼盘的会所 二楼就会拥有一个无边际的构冰池 然后稍后我们还会经过一个健身房 在我们左手边看到的是 它率先推出来的一个小阳房 一梯两户 我们肉眼所见它的进度也是非常之快的 不知道交到时间会不会都比较快呢 OK 我们现在就下去先来简单 简单地了解一下整个楼盘的一个讯息 从这个泳池穿过来这间之后 这是一个健身房的一个地方 虽然麻雀虽小大猛状区 全有很多健身器材 基本上都可以满足得到 OK 我们现在就下去这个地方这边 欣赏一下整个楼盘 过来看看整个小区 整个社区一共是1422户 总共分了两个地块 首先两个地块加上一个有20栋 这边会有9栋 9栋加上售楼部 即是社区服务这一部分 一共有10栋 这边也是10栋 其实面积分布相当之简单 跟大家来讲一下目前在售的一个情况 首先这边就是在卖海燕和海村 我发觉这边有点奇怪 它们就没有动素 全部都是起了饼 到时在外卖的时候 真的有点麻烦 在卖海燕和海村 后面还有棺栋和棺栋 首先跟大家讲一下最便宜的单位 在哪里就是棺栋 棺栋的一共是两栋栋 这边这两个是67平方 这边这两个是89 而这边这两个是79平方 而这边这两个是79平方 79平方的这里 其中有一个特点就是 它顶楼的这一层 就是一个大平层 是双平的 即是两个79 混在一起 就是158平方 其他就是67平方 89平方 和79平方的高层 67平方便是最便宜的 就是有海景的 即是凡是大 大概是12楼打上的这个位置 因为海村是11层高的 所以在这边 凡是12楼打上的 基本上都可以看得到海景这一块 所以在79这边的话 价差可能会大一点 大概 均价是2万5至3万2左右 大概 这边的79平方 比起这边的 没有看到海景的话 会贵到十多二十万一套 至于这个海景 要看你自己个人所需 接着我们来的 这个官辉和海村这一部分 它们的面积是一样的 这边就是分了两个单元 海村是分了三个单元 它们每一个单元 都是一梯两伙的 分别是95和109的这两种面积 这两个的话 先说海村 海村的均价的话 它就是大概在278至32万2左右 官辉相对来说 就会便宜一点 可能便宜一两千元一个平方 而最贵的在哪里呢 最贵的就是这个海燕 因为它在说的是 前面完全无遮挡的一线海景 因为在说 前面就算是二三楼高 都可以见到一线海景 所以海燕的价格 真的相对比较贵 军价是三万八至四万三不等的 这个军价 计算下来都成五六百万一套 面积相对之简单 基本上这里全部过去都是136平方的 都是一梯两伙的豪宅单位 其中这边会有一个95平方的一个小单位 另外它下面全部都是136之外 另外它的顶楼全部都是幅式 说的是150平方的 150平方的一个顶楼幅式 全部顶楼都是一线海景的顶楼幅式 相对比较英俊 整个小区的话 说的是 容積率是相对英俊 2.0 享受性的话是非常之高 再加上的话 它前面也会有一个无边际的泳池 然后售楼部也会打造一个 社区服务专门用的一个公众场所的地方 所以整个小区的一个配套 也是相对比较完善的 车位的话也是足够的 说的是有1300多个 1比0.9几的都是完全够用的 关注世纪21理想湾区频道 今秋好礼全新升级 实地开心看靓楼 特兴金秋置业六重大礼 赠送7加3隔离费用全面 一年物业管理费减免 专业验收楼服务 55吋智能电视机 小米洗衣机 还有双门雪柜 更多豪华家电拿到手远 快点拨打屏幕上方电话 5441 6433 联系我们 由于示范单位未做到出来 我们现在可以通过这个软件 大概去了解一个固形 给大家看一看 首先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观海两百里就是游泳池的这个位置 其实我这样去拉扯这边给大家看一看 其实这里这么大块地 这里这么大块地 十二块地里面 除了这两块是碧果园之外 其余的十块地全部都是万科的 所以其实这个观海两百里 亦都可以说是隶属于整个万科海上城市 其中一旗 整个配套的话 这边会有一个商业 这边看不到 这边会有一个商业 这边会自身打造一个学校 而这个学校是珠海一中附属的小学和初中部 私之环境各方面相对比较英俊 为什么观海两百里是属于四旗 可以跟大家讲讲 整个万科拿了十块地下来 目的就是要打造一个非常大型的海上城市 这边就是一旗 这个就是一旗 已经准现楼兼卖了 然后这个就是三旗 二旗就是大家很熟悉的海上城市 但其实它另一个名叫海上半岛 就在旁边 另外四旗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观海两百里 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一个优势 所以也有不同的自己一个独立的推广名 而且这个位置也是最接近海的 一个无敌的海景在它前面 所以这个位置也是很得天独厚的 给大家来看看这个户型 很漂亮 刚才跟大家讲到的就是整个楼盘最小面 就是有这一只六十七的 六十七平方的话就是一个这样的结构 一个比较传统的一个树厅 就是一个动静分推的一个格局 除了这只六十七之外 还会有七十九 就是旁边这个 这个七十九的话 是可以见得到这个小小的海景 这个七十九的话 这个户型和这个六十七差不多 只不过就是一个放大版 都是比较传统的一个树厅格局 然后另外两树的话就会有一个九十 是八十九平方的 这个和这个都是 在说一个户型的话 就是这样的 进去是可以形成一个横厅的一个布局 然后你过来 我们可以去看一个比较大的 九十五平方的 九十五平方的话就是 这一树 因为它这个海燕和这一树 这两个小阳港的一线海景楼 就只有这个是小单位 九十五平方的 其余的全部都是一百三十六的 所以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这个九十五平方的一个户型 对了 门口一进来就在这里 进来就是首先一个餐厅 然后第二就是一个客厅 这边也会有一间房 就是这样 OK 而另外大单位这一百三十六的话 就是位于这两个位置 这些全部都是一线海景 想要享受一线海景 除了不想选择这一树 那么大一百三十六的话 就仅次于只有这一树 只有几户这个九十六 所以大家一定要持有 OK 这个就是一百三十六的 OK 你可以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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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說到這邊也可以和大家討論價格 因為我叫了一個內庭銷售 幫忙計算了一個價格給大家 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首先我拿了最小的面積67平方 67平方的折後總價我選了一個10樓 折後總價是1825000左右 計算單價是26000多的一個單價 這是10樓的 帶精裝的 謹記整個樓盤都是帶精裝的 除了頂樓複色全部是清水樓之外 下面的全部都是精裝的 然後在一線海景也選了一個單位給大家 就是選了最稀缺的95平方 計算單價大約38000左右 總價是360萬左右的一個總價 然後過來這個67平方 就是這個79平方的位置 這個就是相對可以看得到些少海景 但又不需要太貴的一個戶型 這個79的話 折後單價大約3萬元左右 總價是245萬左右的一個價格 這個是13樓的一個價錢 OK 萬科這個官海兩百里的一個樓盤信 可以輸出的一個訊息介紹 還有這個價格已經全部都給大家了 如果大家還有什麼不明白的話可以問我 它的示範單位是要在今個月底 大概是30號左右它才會推出的 到時推出的話 Kiki再過來及時跟大家更新 帶大家來欣賞它的一個示範單位 來再去感受一下它這個小洋房的無敵海景 又或者如果大家實在等不及的情況下 現在都可以馬上聯繫我們 我們安排這個連線視頻 立即帶大家來看看這個實地考察的情況 給大家看看 OK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